20017的娱乐圈生生像个小黑洞 说不定明天你家爱豆就被西俊来遭一晚网友痛斥批判 撕掉他的面具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不可能是静善俊美的明星偶像也一样 只是娱乐圈的明星需要给自己建立一些讨喜的人设 从而能更好的维护自己与粉丝的关系 以及更好的经营自己的娱乐视野 但是被丑闻或者其他事情曝光后 明星的个人时间就会被无限放大 源于这是一个娱乐致死的年代 我们大部分都八卦的要死 今天使带大家盘点下20017娱乐圈 被撕掉面具人设一帮的明星NO八皇 累平级之前极限挑战的好口碑 以及会做粉烧菜 这些技能大叔级别的皇累在娱乐圈 使日商与暖心 居家男的典范20017却被一部分人期待 播出却不尽人意的电视剧 深夜食堂拖下水 黄磊苦心经营的黄小出形象 在粉丝大众的心里大打折扣 黄老师演技也被人吐槽 可能因为日版深入人心 完完全全的翻拍 没了灵魂更没了特色 极限挑战里的智商 表现也几度被其他长远碾压 不会做油条 玩游戏黑脸也被大众吐槽 NO其晋东卫妆者 狼牙榜之前的晋东 大概只是一个让你觉得很熟 却叫不上名字的演员 随住卫妆者 狼牙榜的大火之后 晋东也成了娱乐圈 这首可热的男星了 欢乐送我的前半生 我们的爱 外科风云 全是高富帅社会精灵的角色 限制中也被关一老干部角色 更是顾家爱老婆的好男人 微博也是清一色的文化人形象 全然一个学服 同车演技精湛 爱家顾家的老干部 形象却因微博回应 精心点评角色单一 而引起粉丝大战 紧接住被各路大神 拔出诺贝尔数学奖 错别字的问题 让晋东沉稳 高大的高知分子老干部行 向人设不在 可能真是娱乐圈 人红是非多吧 老干部确实不好当 NO6灵性如灵性如在娱乐圈 一直是温望善良纯真的形象 今年却也没终结时隔多年 在微博里回应蛇文事件 而深陷风波之后 又是与老公或建华参加慈善大会 分文委决被大众粉丝批判 无论这些事情 谁对谁错 灵性如形象 也遭到重创 不知道是该同情呢 还是NO5成4成多美的压压同力啊 竟然遇到这么个婚内偷星的渣男 陈思成 今年1月婚内偷星引起大部分网友谴责 大家纷纷心疼 呀呀同力啊 不理解为什么有了儿子 有这么漂亮的妻子 还要偷星 因为她的一副多气的荒诞想法 因为这事 陈思成 在圈里好男人 好才华的人设 也一眼崩塌 多好的呀呀呀 真不珍惜 NO4 郭静明 无论之前电影多烂 抄袭丑闻多闹 郭静明在以前还是一个形象温和 少年成名 人缘极好 精明能干的商人与作家 但是被自己公司签约男作家 爆出性侵丑闻之后 这些想象也全能尽 及时同性恋不 炸蛇 炸蛇的事前规则 真真假假 熟是说非 真说不清 NO3百百和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李德凌丽的瞧瞧 失恋 33天里 可爱 执着的27岁 失恋大灵圣女皇小仙 说妖记里侠义温情 并存获小兰 滚蛋吧 肿瘤军中 坚强怒放雄盾 无论怎么说白 百和 是一个不错的演员 比起那些没演技 靠 批图 靠眼药水的小鲜肉 小花瓶 还是要努力 敬业有天赋的多 可是自从爆出于小鲜肉 一直之后 顾家 有才的好妻子 好妈妈形象也大打折扣 人设也是全然崩塌 还是很是惋惜 NO2 陆寒陆寒 其实没什么 完全是因为影响力太过巨大 粉丝太多 公布个女朋友 都能缴个全民讨论 微博更是一度瘫痪 其实无论陆寒 女官小鲜 多么让大家看不顺 多么让粉丝觉得不合适 但是爱情感情的是 毕竟是人家自己的 我们应该理解 这是别人的私事 但是作为粉丝众多 而且大部分是女性的陆寒来说 突然的自爆女朋友 确实让粉丝伤心 就像养了个十几年的名朋友 突然要娶了别人一样 大部分粉丝 还是不能接受这种突如其来 失去老公的滋味吧 这个事还是让陆寒 被关上了陆影帝 该称号 因为偷经 出轨 丑闻缠身 而人设崩塌的明星太多 因为公布恋情 而这样的陆寒 是第一个本 欧 薛之谦人 红是非多 这句话 在薛之谦身上算是印证了 好不容易红了几年 薛之谦塑造的人 这一直是深情又才 专一的好男人 好歌手 标签 粉丝更是一年 比一年 水涨船高 娱乐节目 出歌 综艺 晚会这三年到处 都是薛之谦的身影 一度红的发字 可是自从微博 自己宣布 与前妻 复合没多长时间 前女友一场 突如其来的爆料 却把薛之谦 彻底拉下来 网络持续 数日的私别大战 一次比 这一年 下期